朱棣在孤打南京前,他的谋臣就向他请求,有一个人千万不要杀,朱棣满口大语。 那么朱棣为什么后来竟出尔反尔,不仅杀了这个人,而且还变本加厉地屠杀了这个人的十足呢? 朱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声称,自己是马皇后所生?这当中究竟有什么难言之言? 朱棣 朱棣凭借武力从他的侄子朱允闻手中夺取了江山社稷,按理说他应当无所顾忌,可以大摇大摆地坐进皇帝。 为什么他还要多次推让,说自己不够资格做皇帝呢? 而早在攻打南京之前,朱棣的谋臣姚广孝就郑重其事地向他请求,有一个人千万杀不过,朱棣也满口大语,但他为什么后来不仅凌迟迟处死了这个人,而且还变本加厉地屠杀了这个人的十足? 从而使得八百多人丧命。更为奇怪的是,朱棣一再强调,他的母亲是马皇后,自己是马皇后所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当中究竟有什么秘密?我们现代人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朱棣这个人呢?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毛沛齐教授走进百家讲坛,为我们讲述明十七第一案之朱棣篓位。 上一集我们讲到,古王朱棣,曹国公,李景龙,把守南京金川门,打开城门,迎接燕军进城。 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建文帝到哪去了?不知道。 我们以前说了,朱棣来了,怎么办?朱棣的心思就是要做王。 所以,朱棣就有记载说,朱棣从火中拽出死尸来,指后尸为帝尸,然后给他发丧,说他死了。 这是官方史料记载,那么下一步,朱棣就可以合法的登上皇位。 如果你说他没有死,那朱棣这皇帝也没办法做。 所以,从官方的威胁上说,建文帝死了。 说建文帝死了,这就意味着,在通降皇帝宝座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碍已经被扫除了。 那么接下来,朱棣是不是就可以打开皇宫,走上金卵殿,堂而皇之地做起皇帝来呢? 朱棣要做皇帝。 朱棣要做皇帝,用现在的想法,打开皇宫,大摇大摆,宣布个日子,咱们登基就完了吗? 不是,中国做皇帝这个礼仪啊,很复杂。 他要做皇帝啊,不说自己要做皇帝。 他要让别人推荐他,推举他做皇帝。 大家要上表文,说你怎么样,有德,你怎么样,贤明,上天如何眷顾,国家离开你不成,你赶快做皇帝吧。 朱棣说,我是能力不行,道德不行,我不能做皇帝,这个位子啊,我不能做。 推荐,一次推荐,一次推荐,大家不行,不能推荐,再次上书,叩首请求,国家还是离开你不成,你一定要做皇帝。 这个朱棣再次推荐,不成。 我能力不够,品德不够,我不能做皇帝,应该带有贤明之主出来,让他来做皇帝。 大家不答应,再次上书。 离开你不行,非做不可。 朱棣说,既然大家这样强烈要求我,那我就勉强服从大家的意见,我就做皇帝吧。 这在中国古代叫做三推让之理,做皇帝之前要三推让。 实际上,我说中国古代的理智啊,最虚伪的莫过在三推让之理了。 三年之前,四年之前,他们从北京往南方打,不就是为了当皇帝吗? 宝座摆在面前,还要三次推让。 朱棣在三次推让之后,登上了皇帝宝座。 但是登上皇帝宝座的之前,他的一杆人马往皇宫走去,突然有一个人拦住码头。 这是谁啊? 学士杨荣。 说,你就这样去登皇位吗? 朱棣说什么意思? 您怎么忘了去祭孝陵? 朱棣一下,谎人大悟。 天下是朱元璋的天下,我要祭皇位,我要是合法性,我要把老皇帝摆在前头。 要祭孝陵,祭天,说明我的合法性。 朱棣恍然大悟,于是到孝陵祭奠周元璋,然后当皇帝。 这些都是给天下臣民看的。 静难之意的结果,是以朱棣的全胜登上皇位,建文帝不知所终而告结束。 朱棣即位,改明年,第二年,永乐元璋。 年号改成,叫永乐年号。 但是,仅仅经过三次推让,仅仅有在进城之前所写的这些信,宣布自己是合法,合理合法的登上皇位,还不够。 还有有一篇,继位诏书,这个继位诏书很重要。 我继了皇位,我要做什么? 我为什么做皇帝? 我要做什么样的皇帝? 要让天下臣民都知道。 谁来起草这个继位诏书呢? 朱棣。 找到一个人,谁? 这就是当年朱棣起兵的时候,他的谋臣姚广孝,向他提到的一个人。 姚广孝在朱棣起兵,打向南京的时候,知道这场战争非常残酷,说你可能要杀很多人。 但是你要攻打到南京以后,有一个人你不能杀。 燕望说,什么人? 姚广孝说,方孝如。 为什么不能杀呢? 这个人是天下读书种子。 如果你杀了他,天下读书种子就绝了。 现在我们的话说,他是天下读书人的代表。 你要把他杀了,就伤了很多读书人的心了。 而且他所承传的那学问,可能就没有人继承了。 方孝如是明代鸿武建文时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 他年轻时,曾拜袁莫明初文坛领袖,思想家、理学家、宋连为师,学问大姐。 方孝如曾任建文朝,汉林世奖爵士,虽然官品不高,但无论是讨论国家大事,还是为建文帝读书紧获,他都是建文帝身边不可缺少的进臣之一。 由于方孝如保护诗书,满腹经纶,又为人正直,所以他在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无疑是一面旗帜,有着极大的影响力。 那么现在,朱棣要登皇位,请谁来起草招书呢? 非方孝如莫属,于是他就派人去请方孝如,几次下招,方孝如拒绝出门,最后迫不得已,穿上校服,穿上校服,来到朱棣的面前。 见到朱棣,宰得着,宫殿上大哭,背彻变着。 朱棣起来,说先生,你不要这么悲愤。 我这次来,不过就是效法周武府成王。 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建立了西州王朝。 但仅仅过了两年,周武王就病死,他的儿子激送了继承王位,这就是周承王。 当时,承王只有13岁,年幼不懂事,并且周王朝刚建立不久,政权还很不稳固。 于是,武王的弟弟周公赞设生,辅佐承王,掌管国家大事,实际上是代行先祖的职权。 历史上通常不称周公诞的名字,只称他为周公。 周公辅佐承王执政了七年,他外庭叛乱,内修典当制度,恪守臣子的本身。 总算把西州王朝的统治广厚了下来。 到承王年满20岁的时候,周公主动把政权交给了承王管理。 这就是历史上备受人们称道的周公辅承王。 那么,朱棣是否真的要效法周公辅承王? 广告之后继续讲书。 方笑如说,承王在哪? 你是周公,承王呢? 没有了。 宫中大火,承王不知道了,被推翻了。 承王安在。 朱棣说,彼自焚死,说他自己烧死了。 这个方笑如说,何不立承王之子? 他的天下,他配立他的儿子。 他烧死了,立承王之子,也用不着你来继位。 朱棣回答,国赖长军。 这么大国家,能教我小孩子吗? 应该有一个年成年人,年长的人,掌管国家大政。 这国家家治理得好啊。 方笑如,还有方,说何不立承王之地? 对啊,建坤地还有弟弟啊,年纪也已经长了。 朱镖这一支子下来的,你可以立承王之地? 英文王说到这儿,说一句什么话? 此镇自驾市,说镇是我们朱家的事。 你不要软插嘴。 不讲理了。 他让左右,拿来执笔,让他起草诏书。 说,草诏,非先生不可,请你一定要起草诏书。 方笑如,拿过笔来,写了燕贼篡位,四个大字,把笔一扔。 一边哭一边骂,说死地死耳,朝不可操。 朱镖也非常发怒,派桌的响。 我能让你马上死吗? 你就不怕朱九族吗? 九族就是,所有战亲们一直杀光。 要往下说,便十族奈何。 说你杀我十族,怎么样? 我也不跟你起草这个造成。 朱镖说,你不怕,我就给你杀一个十族看啊。 于是,他就把方笑如的全家九族,满门超转。 还把他的朋友,学生,凑了一族,十族,全不少。 方笑如死以后,被埋在南京聚堡门外,现在的南京中山门外。 方笑如临死的时候,写了四句话。 说天降乱离,熟知其有。 先臣得济稀,谋国用游。 忠臣发奋稀,血泪交流,以此训军稀,已有何求。 说现在啊,大概是上天以为,保佑我,江山变了。 现在我又一腔热血,爆炸君王,以此训身,我没有别的贪心。 走向寻常。 方笑如的十族被中死。 很多远的,跟他十族没有关系的,也牵连了很多人,被冲军发配。 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自杀而死。 两个女儿投了秦怀和二死。 方笑如的弟弟也被抓来当众杀害。 他有四句诗,我这里只说两句。 华表铸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青山。 这千年以后啊,在这华表上,还有我们的阴魂呢,我们还回到这儿来看一看。 我们的英明会长存的,过去中军观念,忠于朝廷,这种观念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的品德。 造反,叛逆,那是十恶不赦的。 所以他们甘愿为朝廷献身。 上一讲我讲过,他们不仅仅是出于一个中,他们也是为建文新政去难。 建文新政确实是当时的新气象。 朱宇文即位之初,就众有门人提高文官地位,大大加强文官在国家正式中的作用。 他雄心伯伯,决心改变洪武朝的一些避障。 他主要以仁义理智维持到思想,进行了一系列变国。 主要是减轻护税,平反冤狱,财并周线,精简机构,耕定官制,锐益削帆。 朱宇文还大开科举考试,极力选拔人才。 他改变朱元璋势必攻卿的做法。 适当地放权给手下大臣,注意听取他们的意见。 朝中上下由此形成了一种比较宽松的分别。 所以,只是本子乐意为朝廷效果,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方孝儒为建文帝训难,不仅仅是因为忠,忠是很可贵的,但是不仅仅是因为忠,是因为当时建文帝所实行的宽人政策。 兵部尚书,不正使铁拳,曾经把守济南,他原来是不正使,后来当了兵部尚书,加了这个弦,还在济南镇守。 这时候,官军失败,他也被带来了。 铁拳呢,站在朱棣面前,背对着他。 朱棣下令,把他的耳朵鼻子割下来,割下来,然后把他的鼻子耳朵放在火里烧。 烧了,然后塞在他嘴里上,强迫他,转过脸来,问他,这个肉味道怎么样? 铁拳说,忠臣赤子之肉,自是好吃。 他强调忠臣赤子,最后朱棣拿他一点办法没有,下令,寸减而死。 给他是乱刀剁成肉酱,剁死。 至死骂声不绝,护布侍郎酌劲,也被捉来,杀了三组。 礼部尚书臣敌,刑部尚书暴昭,左迁都御史锦卿,右复都御史链子宁。 还有齐泰黄子宁,这些人都死得非常残忍。 但是,最令人感到痛心,感到不解的时候, 古典采用了非常野蛮的手段,对待建门帝,这些忠臣的家属。 凡是这些个被他镇压的人,男性被杀,被冲军, 女性一律发到教房司,换一局,遭到野蛮蹂躏。 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啊,叫做《历斋贤路》。 这个历斋贤路啊,是明朝中后期人写的一本书, 专门记载静难这一段历史。 这本书曾经引起过谁的注意呢? 引起过中国大文豪思想家鲁迅先生的注意。 鲁迅先生说看到这样的记载, 真感觉中国人不是活在人间。 什么样的记载呢? 有这么一段话。 永乐元年正月, 有一个教位, 说把这个犯人啊, 是建门帝忠臣这个遗蜀这些犯人带来了。 带来六口, 还有犯人五百多口, 请问皇帝怎么处置? 皇帝说啊, 连日解来的都是恋家的亲。 说锦衣卫啊, 把这丝都拿去, 同行科审, 一块审问, 近亲的捡出来, 便凌迟了。 远亲的四散充君, 若远亲的不把近亲的说出来, 也都凌迟了。 凌迟就千他万割, 一刀一刀割死。 说这个队阅, 这些人在教房里头死了怎么办? 皇帝原话说, 找上连线抬出去, 让狗吃了。 难怪卢旭先生感慨万千, 美独历史读到这一段, 觉得中国人不是活在人间, 朱定一以贯之地继续了朱元璋, 残暴杀戮的这种怪传统, 但问题是, 靠残暴杀戮, 他真的能够使忠贞之事畏惧, 从而改变自己的志向吗? 还是真的能够掩盖历史的真相吗? 不知朱棣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朱棣认为有了强权, 一切历史可以改变。 怎么改变呢? 他上了以后, 就宣布, 隔除建文帝年号。 建文帝登了皇位, 做了四年皇帝, 有建文一年, 元年二年, 三年四年, 有四年在历史上, 清清楚楚写在历史上, 做了四年皇帝, 这些个包括燕王朱棣, 都是他的臣民呢? 朱棣说, 历史上不许写, 没有这一段, 这历史是人写的, 人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朱棣说不写, 就不能写啊, 所以现在, 在明诗录里都没有建文四年的历史。 这个年号叫做隔除, 最后明朝人也没法提这段历史了, 一提这段历史怎么说? 按照官方的说法, 叫鸿武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三十五年。 鸿武皇帝在, 三十一年就死了, 又出了四年。 一般人不写鸿武三十五年, 就写隔除年间。 因为这段事, 要回忆写个什么事, 也得有个年号, 也得说法, 隔除年间。 对于宫中所藏的文书, 有关建文帝的记载, 一律烧毁。 甚至家里头收藏有方小儒文集的, 也要出四。 与此相连带的, 朱棣的哥哥, 太子朱镖, 在建文帝做了皇帝以后, 他要追尊他的父亲, 做新宗孝康皇帝。 这时候, 封号也除掉, 扔成宁文太子, 然后就把建文帝的弟弟, 建文帝的这个儿子, 囚禁起来。 朱棣所采取的手段, 不可谓不严厉, 但历史真的就可以一笔抹杀的呢?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现在的中国历史年表上, 分明清清楚楚地记载着, 建文帝朱宇文的年号, 这大概是朱棣所始料不及的。 也许朱棣对自己所采取的手段, 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也没有完全的反驳, 他还需要采取另外的措施, 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那么朱棣又会怎么做呢? 他又将如何包装一番呢? 广告之后继续讲述。 朱棣推翻建文帝的统治, 他还打起了一个旗号, 就是要恢复朱元璋的组治。 恢复组治, 有些人高兴, 有些人不高兴啊, 为什么呢? 朱元璋组治是很残暴的, 建文帝他是相对实行了宽松的政策, 但是他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 他说我要恢复组治。 还有一条, 就是他在一切文书当中, 要竭力宣传自己是朱元璋的敌子。 大家知道, 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当中, 敌和树的分别非常大。 敌, 他的妻子也有敌树之分, 所以生的儿子也有敌树之分, 敌子有继承权, 树子就没有继承权。 所以敌子, 敌长子继承皇位, 树子就没有。 他现在声称自己是敌子, 就是说自己做皇帝是合法的。 那么怎么样体现他自己是敌子呢? 要把这句话写在历史上, 让大家都看。 明朝有一个传统, 老皇帝死了以后, 新皇帝继位, 要给前面的皇帝编修史书, 当时叫做国史,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实录。 朱棣所要修的是谁的实录呢? 就是太祖实录。 他在修太祖实录的时候, 就把自己是高皇帝的敌子写进去。 所谓高皇帝, 就是朱元璋, 就是太祖高皇帝, 他的嗜好是高。 高皇帝。 这个实录很快就在学士 谢晋的主持下完成了。 但是修了以后, 朱棣特别不满意。 后来又下令让姚广孝主持重修。 所以在历史上就有这个实录三修, 这么一个掌控。 说明太祖实录, 说你现在看到的太祖实录, 并不是原来的面目, 是经过三次才定稿的。 那么定稿, 为什么这么困呢? 他的核心争议之处在哪里呢? 就是在是不是宣传了朱棣做皇帝的合法性。 所以在这个三稿三修实的当中, 第一要表现朱棣是高皇后所生, 就是马氏亲生的, 不是别人生的。 是不是马氏生的呀? 我们以后会说。 这是一个问题。 要是马氏生的, 还老要说吗? 我是我妈的亲儿子, 我是我妈的亲儿子, 不用这么说。 当时也不用去检查DNA, 是吧? 那谁都知道, 不用说。 他天天挂在嘴头上, 说自己是高皇后的亲生儿子。 这里这个问题, 要叫欲盖弥彰。 所以十路三修就是为了掩盖他真正的生母和他的出身。 第二个, 就是要说明他登位的合法性。 他把所有他靖难时期的这些事实, 跟朝廷往来的文书, 经过篡改以后, 附在太祖高皇帝十路之后, 说明他登位的合法性。 而且说明朱元璋在活着的时候, 就有心把位子传给他。 暗示, 实际上, 子虚无有。 所以我们看历史, 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 人写的历史永远跟客观现实是不一样的。 真正有良心的史学家, 他所追求的是最终的历史真实。 但是我们永远离最终的历史真实还有一不距离。 十路经过三修以后, 朱棣看到这个十路, 说树极消负正义。 什么意思呢? 这回差不多了, 我比较满意。 让朱棣满意的这部组为历史, 在我们现代人看来, 正是他掩盖了真实的历史。 但俗话说得多, 假的真不了, 真的假不了。 不管怎么说, 朱棣的皇位确确实实是 从他的侄子经理人手中以夺过来的。 这样也无辜质疑。 在皇帝的宝座上, 朱棣到底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朱棣残暴, 杀人是一个方面, 但是他对国家的治理, 对明朝政权制度的建立, 根基的奠定, 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 我们知道朱棣残非常勤奋, 早朝, 午朝, 晚朝, 每天办公, 身上写满了要做这个事情的纸条子, 贴好了, 坐在半夜里头, 想起什么事了, 还要把这个事情记下来。 朱棣残很勤奋, 朱棣也很勤奋, 因为他不偷懒, 他是在马上打出来的天下, 你让他闲着他受不了。 另外一方面, 大家都说, 这个乱臣贼子啊, 你是个叛逆之臣啊, 他是不是老戴着这个叛逆的帽子, 他也很不高兴, 因为传统的中国人, 在他受儒家文化的教育, 这个叛逆这个二字啊, 是很不光彩的, 他虽然说了那么多话, 心里非常清楚, 为什么说自己又是嫡子又是合法, 他实际上还是觉得, 当个叛臣贼子, 是不光彩, 那么怎么样洗掉他这个叛臣贼子的这个名利呢? 他就要做事情, 他就要自己给自己找很多事情来做, 要做一个千古名王, 我要做最好的皇帝, 这从另外一方面, 就把明朝的事业推向前去, 永乐晚年, 二十二年, 他大时候天下已经大定了, 有一次朱棣退朝, 这个他身边的人看他这个中医啊, 外边是外衣, 里边是中医衬衣, 弄着袖子, 破袖子弄出来, 他就往里塞一塞, 旁边这个, 跟着跟随他的侍臣, 哎呀, 说这个皇帝真简朴啊, 你真是盛名的好皇帝啊, 虽然有这个风铃之弦, 但是也确实是说出了一句真话, 朱棣说什么呢, 朱棣说, 正习日时兮, 朱棣说我每天要穿十件新的衣裳, 也不是没有啊, 但顾面当西服, 我自己考虑西服啊, 这些我, 说我们现在过得很好啊, 我们要珍惜, 我们今天这些的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记忆, 故美幻者更静, 因此我每次洗干净了以后, 这一点很像朱元璋, 很具有一个开国皇帝的气质, 正是因为朱棣继承了朱元璋的事业, 他也继承了一些朱元璋的做法和观念, 他比较关心民生, 他说自己最大的理想是什么, 是大家安居乐业, 原话是说, 私民小康正所愿意, 说让大家都过上小康生活, 就是我的心愿, 所以他侵犯学校, 完成学校制度, 奖励农丧, 减免赴税, 振际灾荒, 在他这一朝, 做的都很周到, 朱棣在明朝来说, 是第三位皇帝,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呢, 一个是开国之君, 开国的, 一个是王国之君, 剩下的呢, 就叫守城之君, 老祖宗打下了天下, 你做皇帝, 垂首而至, 得了一个献成天下, 守城看着摊子就行了, 朱棣不是, 朱棣你说他是开国之君吗, 他不是, 但是你说他不是开国之君吗, 他要自己夺在天下, 你说他守城之君吗, 他也是继承了朱元璋天下, 你说他又守城吗, 他又不是, 他有开拓, 他很多地方, 他实现了开拓, 朱棣既不是开国之君, 也不是守城之主, 他是借乎开国与守城之间, 他的一生没有狭义, 他要以一个盛世明王的名字, 留在史册上, 他做了一系列振动世界的大事, 他究竟做了哪些事呢, 我们下一回再说, 朱棣的天下是从马上得来的, 那么, 朱棣在坐上皇帝宝座以后, 他将如何完成, 从大天下到治理天下的转变呢, 在朱棣的永乐朝, 为什么会有一些举人, 能够当上内阁大学士呢, 是当时实在没有人才, 还是另有原因, 朱棣为编算一部书, 仅人力就动用了三千多人, 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值得他如此兴师动众呢?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毛贵奇教授, 为您揭示, 明十七第一案之朱棣治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